会所与自身往直 这个执着是修往的 神根本不存在 刹那生命 所以我们修佛要常常想住 弥勒菩萨这个话 对我们帮助很大 那就是佛闻弥勒 这一半世间人 心有所念 他起了个念头 这个念头里头有纪念 这个念是威喜的念头 有迹象 有迹时 佛这一句话问了三个问题 心有所念 几念 几象 几时也 像是无止 时 是八十 五十一线索 都是从人念头生的 弥勒菩萨的回答 实际上 佛跟弥勒对话 是说给我们听的 我们听了一句无二 佩首 弹指之间 佩首 弹指 都时间很短 三十二亿 百千年 三十二亿 百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多少个念头 乘出来 三百二十兆 这一探知 三百二十兆个往年 念念成行 行皆有实 实就是 行 就是佛问的像 就是物质现象 后来这句话记住 凡是物质现象 都有实 实就是 受相现实 那一粒再小的微臣 极微之微 现在科学家叫微中子 通通由受相现实 佛经上这一句话 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 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换句话是 我们起心动念 能瞒人吗 谁看到你 所有环境 全部都看到你 无处得及 这云形比了我 你说多可怕 只是自己不知道 自己欺骗自己 这是怎么能干的 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 我们是真诚型的人 不要管别人用什么性的队伍 我要用真诚 为什么 我学佛路 我最低限度 我要求往生 极乐 我来生不再各轮回了 这是我最低的条件 最低的要求 我们决定 我们决定可以得到 如果还用妄心 还要顾自己的明文力量 还要顾及自己的享受 这一生 极乐世界去不了 那个损失就太大太大了 头一个损失 就是无量寿 生到极乐世界 无量的寿命 没有生死了 搞六道轮回 生死流转 没完没了 还愿意搞这个吗 这两个 好好的衡量一下 然后你一下子 生死之恐怕 比多欲 地狱还严重 地狱还有出头的时候 丢到轮回 没出头的时候 决定不能够啊 凡夫成佛不难啊 凡夫是怎么做凡夫 用妄心 不用真心 佛呢 用真心 不用妄心 差别就在此地 我们用真心 就跟佛接近 我们用妄心 就跟六道众生结线 就这么回事 你还是想继续搞六道 你还是想跳出 这个轮回 去亲近阿弥陀佛 去亲近 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诸佛菩萨 到极乐世界 就有这个本事 你真搞明白了 要把这个事与言 从根拔除 与这个事情 没有贪爱 没有毫无 谁与言 都是 什么都好 这问题 才能解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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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